你好 这有先生 请你去去去去 唐亚琴66岁 离异 长春市铁路车辆段退休 退休金2200元 有双保 现居住地长春市 住房面积48平米 太干净了 你这屋子 干净啥 这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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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个啥 这屋子 我参观参观 我参观参观 这是卫生店 这是我那小天 这就算一个 这屋子是小房屏 对 这屋子是小厅 这屋子是厨房 这边是厨房 这是我这个小屋 这还有个小厨 你当餐厅人 我个人就当餐厅人 一个人老太太 你是怎么学的 没就哥 这是我的关系 这屋子是主播的 我说进来 进来 这一看 咱陶大姐 就是个干净人 屋子收拾的 那叫一个利索 用创名己经来形容 是一点都不为过呀 陶大姐是两年前 搬到这个公租房的 之前的她 一直是跟儿子生活在一起 三年前 把两个孙女都哄大了之后 陶大姐觉得 是时候该过过自己的日子了 陶大姐说 自己这辈子活得太累了 根本没想着啥福 年轻时的她 在铁路大集体上班 挑铁水 做住宅 那辛苦就不用说了 可工作上的苦 远远比不上 她在婚姻里 这个玩意儿明确是方的 她在头是圆的 跟你的也不可能 跟我也借得起 你说话 她就是喝酒吗 或者耍点缝 耍点缝的话 你要给她干账 你这声 这声就这么动手了 你动手好点 你开始骂 骂你这声就动手了 后来就是可以说 从来有我儿子 到现在打仗 就是一直打到离婚 一开始我可以说 没想没想离婚的 后来就是拿管桥 跟我脑上嗨的 把我的叔父 都把他屁屁了 到时候我拿了 长血把我倒的 在这公事 在这公事有法院 那这公事有法庭啊 我一系这样的事 你要我命了 那样的事的话 你皮太不好了 太狠了 他咋那就骂 结束就动手 就动手 现在也是 陶大集说 本想着为了儿子 能忍就忍忍 但没想到 丈夫竟然会对自己 下如此重的手 这时的陶大集也明白了 这段婚姻 没有再将就的必要了 离婚后的这些年 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 眼看着他成家立了业 陶大集也算完成了任务 如今一个人生活的他 也想再为自己活一活了 再找个伴 感受一下 来自丈夫的关心和疼爱 找一个别抽烟别喝酒 不抽烟 喝酒 性格好点 讲话了 重大事转起 后半生就是 俩人吃腾之热的 再去多了后半生 高兴其他都进 苦累的 我就是性格好点 我可让人家被打怕了 再找另一半 陶大姐就一个要求 找个性格好 支腾支热的 那林大哥会是那个人吗 带着这个疑问 弘扬领着林大哥 来到了陶大姐家 您好 林兴华 陶雅琴 请你 太小了 不过奶了 除了个奶 就个奶呗 但是人还一般人 咱们就个小了 人挺干净的 还行 有点人 还行 不像你老头儿乐乐特特的 还挺来厉害点 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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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着坐着来 坐着 不用多年 不用 托他鞋 这多少瓶50 不到50瓶 好像48.77 不到50瓶 小厨房 然后中间这是个小餐厅 还行 卧室 大姐 她的厨房 我看她的厨房 看我的厨房 她的厨房 这是小屋 这是厨房 小屋是规格约约的 嘎嘎嘎嘎嘎 小屋出发来不小哈 这都是新房 那个房子 呼吸住的房子是我儿子 跟儿子住 对 反正她是天委住的 就我自己的住 但房子是我儿子 没房 没房 那你原先就没房子 啥房子 原来就没房 妈 那你自己这一辈子咋得没个窝呢 你还要说这这这没招 现在是 她没有房子 那个 这要是存在的隐患呢 真要没 真要俩人到一起的话 东大岁说没房子 这房子收过去 俩人四处 俩人走啊 租房子租啊 一定是我呀 那那也不行 对于林大哥 陶大姐 陶大姐倒是停用演员 但林大哥没房这事儿 却是个问题 也让他很没安全感 那房子的事儿 会成为阻碍两个人 牵手的关键所在吗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林大哥没房 陶大姐这又是个公租房 在房子这个问题上 陶大姐似乎有些犹豫了 心里也开始打起了退堂鼓 关键是看没房啊 没房那不行啊 这这么大岁数来以后 再出去这买 把两口的住房住下 有没有啊 特别是想现在 我们的岁数人 我们这屋窝是最安全的 每个窝东门西宝 跟安全 没安全感 你知道吗 对对 哪怕自己是想 我这四个窝 是你自己心里踏 对对 眼看着这次相亲 即将要因为房子的事儿 而终结 红娘这心里啊 着实是挺着急的 要说在林大哥这些年 没买上房 也是事出有因 情有可原 所以红娘决定啊 这边再帮林大哥 说说话 争取一下 但是咱们讲 姐 你说儿子那块俩房子 这儿子是大哥 一手进入大的 结婚啥的 都是大哥 大哥为啥没买房子 不就是说 为了让儿子结婚 能有钱结婚啥的 所以才那时候 没着急买这房子 把儿子一手拉不大了 儿子现在又拉房子 能让老爹说 到老那天没有爹住住吗 那不可能 大哥是写自己 我多给儿子 就多帮衬帮衬 少给他点压力 他自己能过得更好 父母都那样 我想帮他 我父母亲 都那样 听到林大哥这些年 独自将儿子抚养成人 陶大姐也回想起了 自己那些年的不容易 感同身受的同时 也开始对林大哥 更添了些许的好感 说那五号楼 十一楼有老头 也就是 去十一年份了 跟那十一楼跳楼 跳过来就再次了 啊 跳楼了 他也是找了后老伴 后来就儿子 儿子是儿子 和媳妇挺不是东西 经常把老头 要钱要啥的 后来就跟老 就像儿子要把他老太年 都要了 儿子过了多少年了 你爹才当母亲 儿子家就完了 你差不失了 那儿子 妈 你儿子坐呀 你儿子 我心中说我坐 拿大话就不敢 我儿子不敢 我就一句话 他连生都不敢回 你还那牙齿不能擦 妈 你牙齿能行 他接你是爹 哎呦 妈 现在儿子他是爹不爹 大爷 那不还有家教 这看多少儿见儿子 教育好了 我看他说话 有点像个一家之主 当家当起家的样子 他有点像当子汉式的 也不像当起家 做起主的人 你必须当起家呀 你打一棒子 压头屁来 他不然你来做啥的 你不替我讲话 这挣了说话钱 你是当我 我给你多招罪呀 陶大姐说 抛开房子的事不说 这林大哥的性格 有点那个当家做主的意思 自己真是越来越喜欢哪 那人喜欢了 回过头来再说说 林大哥没房这事 陶大姐到底能不能接受呢 你看啊 我是这么幸福的 首先 听说姐姐 这不有这么一个公租房吗 这公租房说 要是说政府 不往里收 老两口在这房子里 这小房子的生活 其实不成问题 那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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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 但是说要是有一天 这房子要是说 真不让他们住了 那也有可能存在这种问题 收回来 要在老两口的 不是说没地方住 说儿子没关 那大哥儿子没关 那两套房子 然后呢 就是说再不寄 儿子那咱不住 咱那个啥 上是叫大哥说 烧锅店那边 有很多那种房子 关键这个房子 不是你自己的医院 这是俩人的医院 一愿不愿意去 愿不愿意跟你走 这不可能 这不愿意到这儿了 这俩人真要建设好的房子 你这上哪儿就该你了 能上哪儿就该你了 能就出这儿了 是不是 没房子 我能跟人住 他说这俩人出的好的话 说再得 那到哪儿就 我所谓的事了 要是不让住那天 租房子的话 你说你这块 能真的能跟他一起租房子吗 那能 这俩人一起 我真的跟他住 真的跟他住 我真的只是住 俩人真要好的话 他真心对着我的话 咱们找后面生 有人头发爱我 我已经找那么个人 对不对 看得出来 陶大姐是真听乡中 咱林大哥的 只要两个人好 租房子也认了 陶大姐这敢爱敢当的性格 是真招人喜欢 但就在红娘以为 两个人终于可以牵手的时候 林大哥这边又提出了个想法 也让这场相亲瞬间终结了 我找的就是 俩人工资合了 你划你 我划我 找的个 还不如自己 过自己的 陶大姐觉得 没房他能接受 但工资放在一起花这事儿 绝对不行 而林大哥这边觉得 两口子过日子 钱就得放在一起 所以两人在这个问题上 最后也还是没能达成一致